今天要说的是,西班牙变态男,生吃母亲爱 现实中有很多啃老族 可是生吃自己母亲的啃老族你肯定没见过 在西班牙就有这样一个变态的啃老族 2019年,一位老太太去她的老闺蜜家玩耍 可是敲了半天门却没人答应 她以为老闺蜜可能出去旅游去了 于是决定改天再来 可是后来几次敲门,老闺蜜都不在家 老太太担心老闺蜜,她已经60多岁了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于是老太太打电话报了警 警方起初以为是一起老年人失踪案 于是就查询了一下 失踪者名叫玛丽亚,是一位普通的老妇人 平时的生活很简单,并没有跟任何人结约 她的家庭经济不是很富裕 所以也不像是绑架勒索 难道老妇人真的出了意外 然而让警方觉得奇怪的是 玛丽亚有一个儿子 但是自己母亲失踪这么多天 她却一直没有报警 于是警方又调查了一下玛丽亚的儿子 这一场把警方吓了一跳 这货简直就是个坏种 她叫桑切斯 28岁 曾有过12次犯罪前科 其中有很多次是因为殴打虐待自己的母亲玛丽亚 警方认为这货有问题 于是立即开车前往玛丽亚的住所 站在门外 可以听到房间里传来电视的声音 难道玛丽亚回家了 然而警方敲了半天门 却没人开门 事情越来越诡异 警方决定破门而入 就在这时 门却打开了 里面是一个年轻男子 看样子似乎就是玛丽亚的儿子 只见他一副萎靡不正的样子 应该是个隐君子 这货并不打算让警察进屋 而是站在门后 只留了个门缝和警察沟通 突然一股刺鼻的腹臭味扑面而来 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一闻到这味道 立刻判断出这是人类尸体的腹臭味 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脚就踹开了房门 房间内非常阴暗 桑切丝没精打采的坐在椅子上 面色呆滞 等待着警方的盘问 这时家中的一条小狗开始口吐芬芳 警察再才注意到 小狗的饭盆里有一根奇怪的骨头 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一看 立马就判断出 这是一根人类的骨头 老警察漫漫咧咧咧的质问桑切丝 究竟干了些什么 桑切丝依然置之无物的说不出什么 这时一位菜鸟警察推开卧室的门 走进其鱼看 一颗腐烂的女性头颅 赫然出现在她眼前 这画面菜鸟警察是第一次见到 她当场就被吓尿了 老警察赶紧进入卧室检查 发现头颅旁边还有一双断手 和一颗血淋淋的心脏 老警察立刻有了答案 这是一桩分尸案 然而老警察还是大意了 事情远远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 警方又在冰箱里找到一大堆肉片 被切得整整齐齐 还有一些人类的内脏和骨头 后来经过DNA检验 这些人体组织都属于老妇人玛丽亚 这时伤妾是才开口交代 这些碎尸正是她的母亲玛丽亚 案发当天她和母亲吵了几句 一怒之下用绳子勒扯了自己的母亲 冷静下来后 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开始处理尸体 她想了半天 感觉把尸体在那哪都有可能被发现 于是就有了一个变态的想法 母亲死了 就没人做饭给她吃了 那就吃了母亲吧 谁能想到一个人啃老 可以啃到这种地步 她将尸体切成几部分 自己吃掉一部分 还将一部分喂给自己的宠物狗 头颅和心脏则留在母亲的卧室 吃不完的肉就放在冰箱里 在随后的15天里 她和小狗一直在吃自己的母亲 当警方问她为什么要如此残忍时 她却说自己28岁了 事业一事无成 女朋友谈一个分一个 而且还染上了毒瘾 她将自己生活中的不顺 全都发泄在母亲头上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对母亲非打击骂 对此邻居都看不下去了 每次都会帮忙报警 但是周祸从警局回到家后 就会变本加厉的虐待母亲 直到最后一次 这畜生将自己的母亲活活勒死了 然后就发生了 生吃母亲15天的恐怖故事 在法庭上 桑切尸开始为自己辩解 她说自己当时嗑药了 而却有精神病 她对尸首杀死自己的母亲 表示很伤心 她很想念自己的母亲 对此办案警察出庭作证 表示在逮捕桑切尸时 她的思维很正常 不像是精神病 陪审团也没有听信桑切尸的谎言 以致认定桑切尸没有精神问题 然而奇葩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不知道是谁的圣母心泛滥 最终桑切尸仅仅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圣母从来不会在案发现场阻止犯罪 最终会出现在审判现场怜悯凶手 有时候圣母比杀人犯 食人魔更加的可怕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